变成这个王斐一级大乘的这个现象来立以众生 这也是这么讲的 还有一些这个大乘的经典当中 将这个菩萨就是人面前一阵的现象来 然后方生面前以胖生的这个现象 第一人面与第二众生的现象来 东华众生也有这样的这种教证 还有那个叶琛人士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那个菩萨先弟子以死必反天 显示种种向跳华做游情 就是这么讲的菩萨呢 就是依这个伤势的现象 菩萨呢就是依一分啊 这个地试天啊 反天啊 东华就是显示种种的这个现象来跳华游情 就是跳华游情 那么他对你有一个比例 比如说这个 对一些方面非常进入的一些一分吧 那么他们的话呢 他们这个制品的方式是怎么样 苏先祖他们就是看那个兵的这个 就是来源或者是这个兵痕 然后呢 就是观察完了以后呢 就是他们就开始症状 症状以后呢 就是对他这个治疗呢 就是也是对症下药 那这也可以说 比如说有些那个肝病啊 就是这类的话呢 就是他对这个精神有优势 或者是弱势 或者其他有些病的话呢 就是一方种素食来这个治疗 就这样的话 对这个医学方面非常分敲的意思的话呢 他对这个病人呢 就是也依靠这样的这个对症下药 最后呢 就是他也是完全这个能恢复的 就是因此说呢 就是作为一个菩萨的法 说诸化众生呢 必须要有一个方便方法 而且呢 应该要动那个各种方法 就是你不动方法的话 好像采取一种方法呢 离你所有的众生 这是人和这个诸佛菩萨 也就是办不到的事情 我们呢 说不离异众生肯定是不行的 有没有一些人呢 好像是离异众生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当做有一件事情 这些整个的事情呢 就是放在第一位 这一方面确实是不好的方法 很多那个一些他的梦境的这个现象呢 就这些方法都是上市 首先是好像 呃 像是个上市人以前 什么就是我的病家 他就是后来 这个他的上市都说 你所有的世界都把自己的病 当作是这个病啊 后来上市总有点不好的意思 就是他说 我的这个赵就发了普及信 但是确实很惭愧 就是前一天之间 我们一些专业的自由 只有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也是 对中生的事情呢 好像是当做那个 这一半的事情 然后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政务 自己的质品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所有所谓 都是好像当做这个定义的话呢 那这不是我们这个 哈佛地心的一个 就是心里吧 这个意思说呢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办法人呢 全部这个 中生皇大定义的话 就有点困难 但是心里面呢 就是年年不好众生 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是每一个 这个菩萨呢 就是恩王纪的一见法师 然后这个第五个问题呢 第五个问题呢 就是北里枪横 所调者过分而 北里枪横 而不俗 和交易则扫 观察米塔 不过 生意则过时 好像可以吧 像这两个 你们如果有 吃偷偷的 我 此外心呢 就是这个 这个 Benny Benson 不俗 对 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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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分枪方面 就是非常好 就是说一 他一般来说 就是超话中分的 这个 这个 做超话的中分比较多 超话的中分呢 很少很少的 也是有一部分 就是非常 非常那个刚强南华的中分呢 他也没办法就是 所以 所以 作为菩萨的话呢 呃 就是 就是 超话的也有一些 就是 就是很少的意思 呃 他的这种非做话的中分呢 很少的 就是不是他的这个做话中分 呃 不是超话的这个中分呢 非常少的意思 嗯 因为什么怎么讲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 他其实就是可以做一个对应吧 对于说在这个事件上呢 就是这个医生当中呢 就是也有这个好医生和符号的医生 尤其呢 对这个医学方面非常精通的这个好医 就是这样的这种良医 那么这种良医的话呢 对每一个呃 这个病这个病的来源和 然后治疗的方式啊 就这些都非常清楚 因此呢 凡是在他年轻这个遇到的这些病人的话呢 全部都可以这个能治疗的 但是不能治疗的这些这个病人的话呢 也非常少啊 就是 尤其是现在那个医学非常发达吧 这个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科学非常发达 一般呢在这个不用治疗的这个 这个医学这个病呢 几乎都没有了 不过前一段时间我听那个新闻 就是说是 现在中共一年当中那个 呃 德埃政那个死亡的就是 有130万人 130万人 然后那个能治疗的呢 就是能治疗的60万人 就是一般那个德埃政的就是去年吧 就是99年这个冬季的话呢 德埃政那个 中共有可能是将近200万人左右 然后其中呢就是 呃就已经就是没办法治疗的呢 就是130万人 嗯 我们害怕德埃政就是 德埃政的话呢 就是肯定 大分之 都其实就没有这个希望了 呃 就这样的话 是最终呢 就一大总好的医生的话呢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呃 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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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这个吸引吧 就是中医 中医他们说是有办法 但是中医呢 还是可能很困难的 就是前一段时间 其实认真 看破了母亲 就是德埃政 然后是在西里面的时代是没办法 后来 说是在这个 中医可能是有办法就是 然后在那边吃药 但是我昨天问他们 说是还是有点困难 就是还没有好 就是不知道 是还是不死 就是说一样这个 呃 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好的医生的话呢 就是大多数的这些病人呢 都可能可以治疗的 但是不好的这个医生的话呢 就是一个也治不了 就是你以前都不能治 不能治 马上要离开学院 你医生呢也是说 你如果真正是治不了的时候呢 再给他说一下 就是 呃 就就不能这个治疗 就是很危险的 一些呢 可能是你们 你们故意的不可能的 但是你们有些呢 就他明明看见 他的病情不是那么很严重 但是呢 好像你故意这个吓唬他一样 如果不行不行 你的这个病很严重的 你必须要大程度去 最大的不行了 这这样的话是 然后他大程度去监察的话 那一点的病都没有了 就是也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以后呢 如果真正知道这个人呢 就好像有点危险的话呢 你们可以说 如果是这个不太清楚的话呢 就叫那个搜导去监察 就是搜导去监察的话 这也不担无课 所以说 有时候呢 就这样可能方便一点 嗯 然后好的意思呢 就是全部都能 几乎就是全部都能治疗 就是那同样的道理 就是如果能活到这个三朝旁边 就是教化众生的一些这个词汇 然后呢 就是了知这个众生的各种 这个好的根基和不好的根基 还有呢就是有些菩萨的话 他具有这个色素呃 色色的这种这个 这个罗毒色的这种智慧吧 尤其是色色的智慧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已经获得了 非常这个三朝旁边的能力 那么这种菩萨的话呢 他这个非调化的众生呢 就是非常少的 你看我们上市如意宝这个面前 也是整整这个非调化的众生呢 还是很少的 在这个邪院当中的话呢 比如说来了这个百分之 呃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不能调化的呢 就是可能是百分之一两个人 哎就是我现在我们这个学院当中 和我们汉塞塞帝子当中 也是这样的话 你们大家都知道 就好像别人听起来的是 血迷法词 就是谁都不能写 只有两三个人才可以写 就是有这种说法 但整整说起来的话呢 呃 这个血迷法的人也是是 整整是破誓言的 就是不能调化的 这种众生的话呢 非常非常少 就是非常非常少 而且他证明的意思 也是指这样的 嗯 非常快的 就是现在这个血迷藏方面 也不是学迷藏方面吧 就是昨天前天台湾就是 他们有一个参众上司 参众上司的话呢 就是台湾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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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贤子的这个 非凡佛教很明显来说的 呃 然后 呃 他们说那个 那个耶诚菩萨和 龙龙菩萨和 曾卡巴大大师呢 则端见派的就是 是端见的来道 呃 然后那个 那个良华僧大师和 五个光僧班呢 就是是 呃 参见派就是 参见派就是 参见来道 呃 然后 这个 这个 什么那个 呃 江振卿最文部期 以前有一个上司遗家 上司遗家呢 玩上睡觉的时候呢 就是把良华僧这个 关在自己的心间 就是这样一种修法 然后那个 他的那个法师呢 就是说是 良华僧大师 良华僧大师 本来是 她是个凡夫人 然后凡夫人把这个 这个心间呢 就是关那个凡夫人 有什么样的用呢 就是 呃 良华僧大师 本来是一个 常见的这个 这个歪道 就是呃 昨天天那个台湾的一些人 都给我说 你们这个无名呼唤 现在世界上是 可能只有无名呼唤人呢 才能就是对这个问题呢 就是给他回答 不然的话 是像台湾和新加坡 很多地方的 虽然看见了他的轮店 但是呢 虽然好像没有论理 就是给他回答 其实这个方式呢 也不是那么很 这个很有智慧的 但是他前面呢 也有一些弟子 这样的话呢 他随便就造了一些轮点 就是说是凡是 中管管控的这方面呢 就是全是那个歪道 然后他的这个参宗呢 就是是这么这么出生啊 就是这样呢 但是很多很多说的 就是这个说呢 我将他们给我们寄过来 就是看看那个 他们说是 以前的对那个 非常脏的这些人 就是还算是这个小死 就是现在这个呢 还是比较严重 而且很多没有智慧的人呢 还真语略识 这是真的 就是他们的 还是跟着他们学 就是也有这样的 以前学你懂的 和学一些 这个没有学过中管的这些人 他还跟着这个他们学 也有这种现象 听说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这次呢 如果这个书来的话呢 就是请你们这个 韩祖自宗 第一次给他回答 就是这个学院里面 已经去学了十多年了 想给你们这个看看 是不是年华宋大师是到底怎么样 总和法大师是到底怎么样 这次我肯定没有时间写编的 但是我要求他们把那个书寄给我们 人还给你们看看 就是你们说 你不知道 就是他还是是那个是是怎么样 自己看吧 今天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对这次就是方向旁边的就必须需要的 就是因为说龙龙博士呢 就是他那个 遇见他就是 以前那个有一个国王的儿子 他还是呢 就是他一个女人 然后再次呢 就是他就那个 就是生病 就是他就是这个心脏 就是这个心脏 就是这个心脏病 就是然后有可能是已经成了一个疯狂人吧 就后来实在是这个很多医生呢 就是没办法这个治疗 没办法治疗的时候 当时这个龙龙博士呢 就是依靠这个三角旁边 旁边 后来就是他的病这个完全治好了 但是他具体怎么这个 呃 采取什么样的作势呢 这里面这个僵义当中也是更明显 就是所以我也就是没办法估计 就是估计的话 是估计的话 是联合成大司的 昨天美中采取 和他还没有死是吧 这个 他可能可以讲一些这个 呃 不说吧 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呃 然后那个 那叶琛琳斯呢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他说那个 那个通通达众生跟三角旁边吧 就是对于菩萨的话呢 就是通达众生的根基 由这个 要知道这个三角旁边的方法 十股菩萨前非俗化则生少 就是十股菩萨前非俗化则生少 呃 就是呃 出于这个菩萨连见的话呢 这个呃 非俗化的精神是非常少的 就是也可以这样理解 呃 因此呢 呃 其实 因为我们也是可以看见 就是你们自己这个 这个一份这个 这个传说破话 或者是将这个 但是我又说的是好像你们这个 挑话从事的论理很很有限 我昨天天晚上吧 天天晚上的时候我自己就是 一边就看书一边的是像了 反正我像是哎 现在我天天的这传说也是 好像这个安提公司没有什么很大的利益 我已经穿了十多年 你看大方船船都是已经九六年的就是就是 九四年的时候都是开始船的 就是好像这个穿了很多这个 这个如普在新的呢 就是但是现在的话呢 在韩帝真正那个长期 呃 这个强行色化的就是好像一个法式的也没有一样的 就是 我不管是我们这个学院里面出来的 还其他地方也好 虽然在这里面的这些自动体制都是有指挥 但是有指挥也是好像在这个 韩帝这个魔法时代或者是这个 呃 国家当中呢就是一度是没有应用一样的 因为不是那样 后来就是自己心里就是好像很失望那样 就是我现在带给你们穿了很多很多法 也是明明以后就是可能自己绣一边就是 呃 就连一个大原来潜心穿手的人也是 就有这个台湾和其他的这个地方呢就是 好像我们现在翻译了完了以后就是他们一直在写 一直在穿 可是我们还记呢 我们这个学院的第一个是非常多的 在学院当中也是有很多 然后学院里面出去的人也是很多 但是出去的人呢好像 过来这个年三个月以后就把学院都忘了 就是我也忘了然后这个法都是全不用做了就是 然后这样的话呢好像以后你们在做的人也是 可能是这种人嘛就是那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没有很大的信心呢 就是这样这个我们要观察这个众生就是 然后如果说这个有利益的话呢就是应该要这个圈救他 应该这个理睬他就尽量的就是让他这个不要就入泄道 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一点也是对菩萨来说是不应力的 他说不容菩萨尽总 全情他 就是不要这个堕入 不然的话呢 这就是住着这个火热的地方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作为一个菩萨的罗续弦道光说话就是 作为菩萨的话呢 就是如果他得到了一种超乎众神的能力 也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智慧 一定的智慧的时候 他用自己的智慧 可以观察众神的不懂这个 不懂观众的这些信任 然后看见有些众神呢 啊 这样做的话 这个说法是肯定是不对的 就是这种话的 如果他这样这个机器下去的话呢 他将来一定会是堕落的 那么一定会是堕落的话呢 但有些菩萨呢 好像就是隐隐知道是他会堕落的 可是呢就是不愿意做 如果不愿意做的话呢 那这是对菩萨来说说 就是对隐隐的 就是很多菩萨应该知道活着的 比如说我做现象的 这段是你们民众当中很多人要回去 但回去的话呢 我如果是其他的有一个发言者的话呢 就什么都不做 那么他们回去就回去吧 什么都不管了 但是我现在我如果不做的话 是肯定不行的 就是因为你们这个回去啊 就是刚没有这个回血缘 然后在路上遇到危远了 就是最后都肯定会是堕落的 就是然后呢 我就就是啊 就稍微就是知道一遍 就是不是百分之五十呢 就是我用对这个方式来知道 然后呢 我就开始就跟那个很多民众也说了 但是很感谢昨天上师主义保 也是这个横面做了 就是现在我做了很多的 你懂的原因回去就不算了 就是人人是发布人说的 不管了 昨天上师做了以后 现在一个一个发言了 我再也不回去了 就是 所以你可以的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人呢 这样做下去的话 那一定会是堕落的 可能必须要就是全清他 就是应该要就是 全他就是不要这么做 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人呢 就是就这样 就是而且堕落 但是呢 你就没有错的话呢 那么这种不是一个菩萨的这个行为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发信的之后 也是只金莲的这个度化一切方式 但是你在度化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你有难免 一方面呢 你应该就就就就 就得给别人这个受 但是你都一点都没有说 一点都没有全清别人的话呢 那这次胡乎破证 很多高僧疤的这个活着的对境 就是这个活着的对境 所以说啊 大家就给你们这个金刚道友面前 互相看见了 有些人呢就是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你这样下去的话呢 很危险的话呢 藏川岛还会出现应该 所以说 这是应该的哦 如果你没有说的话 就是可能诸佛菩萨也是对你不满的 就是活在说 然后常识也是对你肯定是不满的 比如说是两个金刚道友 但是一个金刚道友 以他的智慧于心 以他的烦恼这个振动 然后他开始生邪见 或者是尼克邪言 就是七千种种烦恼 七千种种烦恼的时候 他常见的那个金刚道友 一定是不管他 然后他生他的烦恼 就是我就不管 管他三切 也管什么 就是什么的这个不管 那这样的话 就是你因为这个发来达成的不滞性 但是呢 你就旁边的这个 对你有了你的油 你有了你的话呢 就你的不管的话 那就是支持这个菩萨奇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大过失 就是大过失 因此呢 以后我们看见那个旁边的一些金刚道友 真是一些这个 如这个外道 或者是他的这个 情侣有点不如法的 就是害怕这个墮落 应该给他说一种 就是他结不结束 是他的事情 如果你说了以后 他不结束呢 那你没办法呢 就是让他觉得 就是自己这个走他的路吧 就是我们也没办法换 因此作为我的话呢 我也是有时候看见你们有些人的这个心里有点不如法 还是这样的 我顾客自己 因为说的过程当中好像经常自己是烦恼啊 就是自己数非凡啊 我对谁都不说的话 都是大家对我还是很好的 就是漫画时代的人都 谁都不愿意听自己的过失 就是说一说 但是呢 好像是有点人 就不人形 就是不说的话 一方面作为我们发达成的人呢 就是也不对 另一方面的话呢 也这个尽管项目中呢就是唯有一点责任的话呢就是好像对上司免签也是是不对的 但幸好呢我决定是我们那个尽管项目中呢就是极客看多和你们官家和摄影的人呢就是大家都配合的比较好的 所以上司呢就是在大大小小的课堂房呢也没有经常说我们的过失 不然昨天那个尽管项目中做的呢给我们寒作四公里做的话呢 有时候的话当然上司给我们批评很好的 这是我们的过失很好 但有时候呢好像也比较难说 就是上司的这种这个签词也有时候还是很难说的 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下面讲我们现在很平凡啊 或者是我们正好或者想爱是扰乱上司的信呢就是我们有很大的过失 你只是真正那个扰乱上司的信的话呢 哈萨就是上司的遗传假设得不到就是因此我们呢非常担心 希望你们也是一般那个我想是我们去这个这个看脖子的跟人前你们也是非常听话 我们也是尽量的就是对你们的这个从大大小小的问题呢就是呃就是呃就是呃怎么就是观察就是这样的话呢 呃以前算是我们的金刚项目中呢在上司面前也是呃四次过的惯就是算是比较可以的呃就是不让的话呢 你看这个当做的一种不是昨天上司给他们也是这样呢 就是让他上司这个实在是没办法的话是我身体都不好就是但是我也是不对不出面那这种的话呢 我们大家的话在心里很难说 因为上司呢就是说是怎么多个地址的还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我们是让上司呢就经常都是不让学习就是在经常让这个上司操心担心的话呢可能不是很好的 希望你们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来以后呢也是尽量的就是对我们这个合作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直接搞到这个中央通胀股 不然的话呢一般是这个随大线通胀股就是可以这个处理的问题呢就是也不经过生也不经过这个政务 这就是搞到中央通胀股的话呢就是结果哈斯斯是很不好的 就是所以我们一些孝斯青的话呢 我们应该就我们三个看破了我们三个看破的话呢也是尽量的就是上司一些不好 就是我们能解决的事情呢就是不愿意给上司这个骗麻烦就是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们这个学的经过教练呢就是哈斯斯学的比较清通就是我希望你会来就是你不看破了 其实那个一生年事也是哦他这里有个避遇吧 有一个避遇呢是什么样的避遇呢 他可以这样做吧就是有一个大伤度就是他都帮助自己绝数的话呢很多人也是成为这个对他就是成了这个活着的对境 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这些所有的迷你三种众生呢是我们的这个大伯的对境 如果我们没有对他们的夺活的话呢那这个高尘法德和很多庇护菩萨呢就是已经对我们这个会获得的他早就已经发了菩提心 但是为什么他方便的这些人呢他也明明有能力的是为什么说调化他们呢就是他们也都会获得我们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叶成文斯呢也是这么讲的 就是基本身边的唯一佛法条就是具有这个背心和身边的人呢就是没有以这个佛法来调和 有在多恶趣是知识所活啊就是一余在如果多了恶趣的话呢那么这是具有这个所活着的地方了啊就是所活着的对境呢 因此呢啊就是具有这个当然我们的不一定有这个身边但是具有这个能力就具有这个身边呢可以讲这个能力吧具有这个调化宗生的能力的话呢 应该以佛法来就是调化这个自己呃所愿的这个对境啊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对境的话呢就是让他自己让多入恶趣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诸佛国大爷或者我们的呃也是这个呃不应该的呃因此呢从现在开始还是自己给根据自己的人力呢 大家都也应该上贴上这个发菩提心的 然后以前发了菩提心的现在要接近这个多么的现在要接近那个呃就是那个呃就是卑士的 这种人呢就尽量的对话他们啊就昨天那个丹子佛佛的什么就是那个呃强人什么去的迷藏后面就是可能写着有一个修行的道路很满的 有些人都是拉着棍状回来了就是可能他们是我的估计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这个信心就是就已经入了坡门 但是呢实在是这个路很驱灾就是最后就是可能会来的就是那么回来的最后呢不是相当有几个人要上来嘛就是然后应该把这些人呢就是把他带上了就是不要让他回去 不然的话呢要回去的话就什么就是下去的话这还是可能危险的就是所以呃我们当中也是有些人 虽然全部都已经发了菩提心但有些人到了中间的时候担土而非然后要往回去的就是往回去的时候其他的人还是呀有些人这个是 这个叉喊心放了非常深重的时候其他人没有这个叉喊心的时候马上给他买一点糖啊就是买一点就是然后就马上就好了 有些人这个叉喊心就是也非常危险的之后呢有其他人呢就是一方便方便方便马上就是让他那个修出来 就这样是很重要不然的话就真的这个修行的道路是很难想的又是很曲折的 在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真正不退出的人是从来那个得到遗传尝试的价值和依靠这个呃三根本的价值的任意来呢就是很困难的 行之自己呢也应该好好地这个经常祈祷这个上市 然后我们看见有人真正是不委屈啊非常危险的时候大家也是尽量发行 我也是这个从现在开始尽量的发行就是看那些人真的很危险的时候呢 我就不顾自己就是还是狠狠地给他就是说有时候呢就是好好地说 但是我好好说的是很早很早的就是好就这样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中国四班人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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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思菩提心,在心思菩提心当中,今天讲第2个问题吧,好像第3个问题,可能是错了吧 再加一个课言,或者3年再加上一顿海门 今天讲的内容,主要讲八倍性柔小的过环 那就是我们有些人,就是八倍性很微弱,这个有很大的过环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大神菩萨界当中来说,那么这个八倍性就是最重要的 恩人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在这个新子菩提心 怎么菩提心,怎么菩提心呢,这个大倍性最重要呢 就是3年度,因为如果大倍性微弱的话,那这个菩提心的佬度是和 就是尤其是这个菩提心的,是很厉害的 其实今天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如也他苦底,如也将贝民,如何欲误,仍爱民运食 他跟您是这样讲的,首先从资源上解释的话 希望大家知道这个孙子应该很好的,资源孙子也好好的解释 然后呢,从这个光速呢,也大家近开始就叫那个罗索吧 就是罗索的时候呢,说是,如也他苦,比如也赞亿贝民 就是如果我们对其他的众生已经受到痛苦的时候 就是不想赞亿贝民吧,就是不愿意赞亿贝民 那么这样的话呢,如何欲误,仍爱民运食 那么怎么会是,我们怎么会是对无辜,就是想世界上的意思 其实啊,就是这些无依无靠的这些宗神呢,怎么会是 我们对他这个心一不熟呢,就是也不可能的事情 他真意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心子,菩萨节制之后也好,或者是 学词大乘经典论典典的时候,出现这个诸业歌呢 就是必须要从那个发心入术啊,就是发心入术 所以在这个发心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四无量心 那么四无量心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白无量心,四无量心 那么所谓的这个贝无量心呢,大家都知道 他是,就是不能这个,凡是愿意一切生生 就是愿意一切痛苦,获得一切案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叫做是贝无量心 因此这个基础没有具足的话,那哪算不算真实的一个大乘心 因此所谓我们在座的这个行动吧,就是在座的一些这个心事的话呢 你们也应该自己的相继当中观察一下 这到底在自己的相继当中,有没有这个大悲性 如果没有大悲性的话,当然我们心算上说 可以说是发了大乘不必行的这个行者呢 薛大爷们的你种这个意诫是吧 但是呢,真正在自己的相继当中是看到这些可怜的众生 酷乱的众生的时候,如果你一定这个大悲性的神不起来的话呢 那说明就是自己的相继当中呢,还不具足正式这个大乘的这种条件啊 就是不具足这个正式的大乘的这个条件 因为大乘的这条件呢,就是不具足 因此呢,就是我们那个上市的预告啊 就是上市的预告在那个马来西亚的时候 就是上市的,把整个释迦牟尼佛的巴拉斯加法门就是归纳威 就是三个方面就是宣说的 就是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大悲性 第三个好像是那个心性吧,就是心性就是这样讲的 原来就是我们讲的东伦伯奇的窍诀的时候也已经讲过吧 就是大悲性的重要 可是最近你们那个听说如中文也讲了 如中文讲的话,这也是最喜欢首先呀 就是公罗宣传大悲性,不是吧 这个是我说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说,这个柔也就是 相当的我们光说的时候就是 因为这个大悲性呢就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在达成心者来说是非常重要 然后呢,他这里也是说是 如果他哭就是带着我们在这个日上少少当中看到这个其他的众生 比如说他受到了这个生命的危险 或者呢就是受到这个身体上面或心心里的这个各种痛苦吧 就是因为这样各种各样的痛苦呢就是折磨必败他 这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大正心者的话呢 就是不愿意就是赞他或者是大悲性 就是折磨他,就折磨他 我们从自己的自分来说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们看见一个很可怜的众生吧 所以很可怜的众生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众生呢就是今天就马上要撒海 马上要撒海的话呢 我们对他就是安宁来说是应该生气很大的这个背心 但是我的现象当中好像是一定这个背心都是没有的话呢 哪算自己呢就是不算真实的这个达成学者 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到罗河区放生吧 就是罗河区放生的时候 平时呢我认为我的现象当中的大悲性好像越来越坚弱 就自己的自己对自己好像这个很不满眼 但是呢我们那个到那边去放生的时候 然后当时那个柔河区放生里面就是有大概是200多头猫牛 但是我们的呢前代的还比较不错的 可是后来呢就是他们那个厂呢就是不用卖 就是要卖的话 他们说说我们这个是呃就不买的话呢影响不好 就是后来我们对上上下下就是高了很多关系的 实在没办法就是提防了7头猫牛 然后我把那个7头猫牛呢就是从那个200多头猫牛当中就是就宣出来了 我自己人就是好像没办法宣就是我叫他们这个给我宣 然后我把那个7个猫牛就是呃就是就摇过来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就是一两百个猫牛就是还在放在那里 当时确实是这个生了很大的这个悲性就是自己就好像这个 就觉得一次是啊实在是没办法 最后我就默默的发愿就是我这个罪罪子的话呢就是好像 你们就是没办法我来这个救助的 我这个身上带着欠寒是可以说是可能一百多个没问题就是没问题 还不能像我想如果再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他们这个上面可以的话呢 在那里面还借一点钱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原则里面的牛全国就卖 就是这样的话他们加钱也不适合过 但后来呢他们所会影响不好就是好像这个对防身有看法 这样呢就是说了很多就是我又造了那个什么他们的厂长 宪章就是还那个一直这个最高的名牌最后的是实在是 对没网他就是终生的年龄相见的时候实在是没网他 但是呢好像就是发生在自己的相信当中有一点点悲性 就是说我们外交的人也是一个时候真的看到困难的终生的时候 还是自己生起一种这个悲性 有时候呢看到困难的终生也一定这个生起悲性都没有了 如果你对这个这些困难的终生就看见了 或者是遇到的时候也是不断不攒谈这个大悲性 而自己的相信当中没有生起大悲性的话呢 那么这么会说你得这个无有意乎的就像是我们世界上的 一些穷苦尿道的这个贫苦的这个期待吧 那么期待啊或者是无疑无靠的这个世界上的很多 这个难民啊平民啊等等 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可怜的 但是你就是对这个可怜的终生的既然真的去大悲性的话呢 对这些终生怎么会是会这个布施呢 就是因为我用自悲性来布施的 如果你不去布施的话呢 那这个大乘这个什么就是心灭当中的这个颅度呢就是不圆满 就是第一个颅度不圆满的 所以说呢他意思就是说是增添人士呢 就是他用一个别人的方式吧 一个别人的方式说呢 我们这个看见困难的终生的时候 按理说是敏感身体大悲性 不然的话呢 你对这个期待和对这些这个困难的终生肯定都会这个布施的 你如果没有布施的话呢 那这个基金当中啊 这个依靠颅度圆满的方式呢 或者这个复果或者积累资料呢 就是非常有参考的 就是这也是当不老的事情 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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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太过来了 怎么说 就是 那先问这个病人吧 先问这个病人呢 比如说是 就是有一些没有这个大悲性的强调吧 就是没有大悲性的强调呢 就是他看见一些盲人这个树上有一些潜在的时候呢 就是一点都不可怜 就是然后他的这个速度呢 把这个财产全部都就是抢头 那么这一点也是我们分析的话 大家都知道就是他的相机当中一定这个大悲性也是怎么样的 就是没有大悲性的缘故呢 就是他也做了这样不如话的这个事情 如果他的相机当中有一点大悲性的话呢 因为这个人呢 本来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属于说是一种失明的这种盲人吧 这这样是本来是非常可怜的 因为在他的这个书上的这种财产呢 就是很不容易得到的 而你来说是不应该这个抢头啊 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道理 还有一个比例的话呢 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为了一双那个剖鞋吧 就是罗旧的卸负呢就是撒害这个其他的政策 那这一点也是实在是很不自得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一双这个剖鞋的话呢 一般从他的那个价值生命来说 我们不应该就是对这个事情就是自作 或者是去那个去这个奋斗吧 就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多数呢就是这个杀害这个其他的众生的话呢 这一点就是更不应该的事情呢 就更不应该 但是愚昧无恥的众生 或者自己的相机当中没有大悲性的人呢 说的话那他的好像为了一些精进的这个 为了一些小小的钱财啊 为了一些小小的利益呢 也愿意这个造很大的恶业 就这一点呢 主要是他的相机当中 没有大悲性这个素质 我自己呢 像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呢 在自己的这个相机当中 如果真真是啊 就是有大悲性的话呢 哪怕他对这个依靠众生的 很多次精神 就是不会造恶业的啊 依靠众生的很多次精神 就会造恶业的 因此说呢 上师以前也说已经说过吧 就是我们这个政务大员们没有呢 就是主要是观资合理的相续 对孙子呢就是有没有信心 对这个下作呢有没有大悲性就是 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就是 当时我好像也记得比较清楚就是 我觉得这个还是确实很重要的 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的话呢 好像你看看自己的相机当中 永远有大悲性 你看看这个可怜的这些作者 如果没有一定大悲性的话 你说说我是大圆满的什么专务啊 或者怎么说一些好听的话 也实际上没有很大的声音 如果对这些作者有大大悲性的话呢 那你表面上虽然不聪明啊 虽然没有这个很多的名气 但是呢实际上是你真实的一个修行者 因此从这个我们在这个 从翻过来说吧 就是翻过来说 对这个遇到这些苦恋的众生的时候呢 就像这个母亲对自己的二次生气 大悲性一样呢 永远对其那个大悲性 就是他真的也是可能说的 就是说是何人一祖宗 如母俱大悲 就是何人一祖宗 如母俱大悲 就是意思说是 那个人和一个人呢 就是对这个一切众生 就像是母亲对自己的二次那样 就是具有大悲性的话 那么 此人为成就 无火能思行 也可以说 此人为成就 无火能思行 就意思就是说 此人呢就是为了这个成就吧 就是刚才任何一个人是对这个 一切众生子 像母亲对自己的二次那样 具有大悲性的话呢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为了就是成就 对无有互足的这些众生呢 那一定会是性质不舍的啊 就性质不舍的 所以有些可能 在这个约翰人士的这个面子 也稍微做一篇这个解释吧 那么这一句话就是 中而言之 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当中呢 就是你们也是自己的观察 观察自己的相信当中 到底有没有这个大悲性啊 就是如果大悲性微弱的话呢 还是也尽量的像一些办法 就是像是菩萨心灵呢 就是这个啊 就是好的这个文章呢 就是继续看 然后呢 就尽量就是祈祷这个上师 在自己的相信当中 分析这个文伟的大悲性 就是自私很重要的 啊 所以讲这个道理 前面呢 讲 不心菩萨的国师和 仁心 呃 仁修信心的这个道理 就是分这两个 呃 就这个这个 这一个问题呢 有分两个方面 不心菩萨的国师和 仁修信心之理有 呃 就这样这两个问题 嗯 同一个科兰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不心菩萨的过世 我们应该就是 对这个 实现上的这些高分大大 就是这些菩萨啊 那么对他们的话呢 也应该分起这个 这个信心啊 就是对他们应该分起信心 而没有任何道理 就是都不分起这个信心 实际上的有些高分大大 的话呢 大家都不经养 也不要诡谤 也不要那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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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啊 就是不要这个侮辱他们 啊 昨天那个不是我们说 是谈认的那位 这个记事所写的 书呢 已经就是得到了 里面一看的话呢 那还是写的特别特别的那个 很严重 怎么说啊 然后那个 嗯 出现的都 我都有一点那个不豪气 就是我就很恨他 可是一看的话呢 就是他好像非常一种 就是里面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制度 就是真实辩驳的 但是他说的呢 真是很厉害的 就是好像这个呃 啊 人工这个千世人波切 因为千世人波切是比较多 还有那个 周庆人波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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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啊 就这些方面就是也就讲了 就是很多的他们的过失 啊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么这么讲了 然后 像那个当初佛教上面 嗯 佛教上面的 你呢 嗯 什么这个 呃 啊 就这些也 我错了他们的观点 在韩藏陀佛教里面的 像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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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时我没有看吧 就是大概大概就是 就是 当时这个世界上是有名其的 这些 呃 呃 多意义的就是说 所有医生呢好像也没有教读 也没有秘证 就是光是那个 好像 拉他 拉他 拿人一样的就是 啊 但是呢好像 一个 呃 其实不管怎么的 这些有点 怎么说 就是你有是没有的 但是好像他说的呢 就是也可能有很多人也是 是相亲的 呃 所以这个人物呢 就是我可能现在这些别人 是没有事件 就是每天早上的 好像早上晚上 就是我是现在特别 特别的嘛 啊 你看早上10点钟起来 晚上12点钟后的话 这中间就是 因为那个 人当中都是 把你来说是更应该有 但是我非常惯性 就是一些人呢 当然有一点智慧 真正觉得这个智慧 没有接近的话呢 好像 因为这个 他自己的sauce 是什么这个gis 然后是菩萨戒 菩萨戒弟子 菩萨戒弟子 的话呢好像什么 有这种说法 菩萨戒的儿子 菩萨戒的弟子 菩萨戒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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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这样子 这样子 这种人心的一般都不会出现 但是我有时候 确实有点担心就是 我们这个现在文化时代的 这个 邪索分散就是很难说 就这样呢 下面就是我就开始 这样呢就是 这个菩萨就是 什么 就是菩萨的这种悲心呢 就是当然是这个很重要的 但是呢 就是如果 对这个菩萨有这个不信心 就不弃心心的话 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下面的我这个圣传论已经讲了 若有为你 为你他 救助于死见 世间上有尊 前祖尊 前祖 前祖 狂尊 心心 心其尊 他真理智 自明上这样子 就是如果 有那个 为你以他种的 这个菩萨吧 就是为你以他种的这个菩萨呢 就是 救助在这个世间的话 就是在他呢 就是为了你以这种生 就经常呢就是注视在我们这些做过世间的话 那么做过世间的话呢 就是我们对他应该赋得了是恭敬 就是如果有些人呢 简主上有尊 就是简主是应该平主 好像因此 他现在也是可能有一笔介绍 但是这个总线呢 就是你们也想一想 我也想一想 尤其就是说 他那个 就这样的这种高声大声呢 就是虽然在已经注视了 就是注在人间 注在人间 我们对他呢就是不恭敬 好像就是给你的一种这个拼乱的这种 一种拼乱的态度来就是 就是就安主 就经常的时候也不管他就是 就是我们上次说 在这个拉伦河里面的话 是做到的一些平民吧 就一些人呢 还是认为是 这个拉伦河里面的这个常识和这些生存 都是不在的 这个都没有必要去哪边操发就是 尤其可能我情绪的这么做 就是那边有一个老人 就是从来没有来过我们这个老人 拉伦河会就是 其实还是真的很可怜 就是拉萨的一个孙女呢 就是没有见到拉萨九五一样的 就是他们听说是已经那个七八十岁 就是七八十岁 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学院建立二十周年了 从来都是没有这个来过这个人 那这样就是好像一种拼乱 就拼乱的态度呢 就这个是有的是 带着是这样 就是让你这种态度来做的话呢 那也是有很大的损害 就是有很大的损损 你看对这个人来说的基层 就是用很大的这个损害 有很大的过失 那何况说是 真正有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症狠心呢 就是对待的话呢 那这个故事是更不用做了 就是你看一个人呢 就是也没有诽谤 也没有去操摆 就光是好像你自治不理的这种态度呢 可以防弃 这种的话呢 也实际上是 等着你去高僧达德和大菩萨在住室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去情景呢 也有这个过失 那何况说是 你对这些高僧达德面前呢 真正用恶意重伤 或者是用恶意贿望的话呢 那他的过失是跟就是 就无法这个鲭养的意思 这是已经没所光索中文了 没所光索呢 你光索的话呢 有什么光索如有为力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 就是尤其这个菩萨都为了 你以5.5级的周生 自己虽然已经获得了这个涅槃的这种这个过位 但是呢 自己都都原有先取涅槃 然后呢 就是为了这个尼尼周生呢 经常员以就是住在这个塑布世界当中 而且他那个住的时间呢 就是也是非常这个长久 就是他都原意就是好像就是来一趟 而不是这样的 就是他经常呢 就是在这个鲁养轮回当中 那么最适合呢 就是以这个菩萨的形象来住的话 那么有些人们明明知道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菩萨 但是呢 他的没有这个清净他 也没有供养他 没有供敬他 也没有这个气性性的 好像是一个平稳的性来对待 就是对这个一般的众生呢 或者是对一般的这个人呢 就是拼准 我们只要的拼准上有一种 所以我们又再想一想吧 就是周 好像也有一个住的意思 也有一个就是平常的一种意思吧 就以这种态度来这个被战的话 实际上呢 也有很大的这个顺埋和过失 这个实际是吧 就是刚才当的不是这样的一样的 就是真是 我想那个菩萨先生和那个附近的一些人的话呢 他未来说是像这么大的这个高兴大德 就是像这么好的高兴大德 在拉上盔里面的话 真的这个应该去淘汰啊 拱养啊 攻击呢 这应该是是这一边应该做的 但是有些人说没有这样的话呢 这一点也有很大的过程 然后况且有些人呢 就是鼓励以这个尊重心来满满 以尊重心来就是对待 那这个过程呢 就是根本不错了 而且根本不用错了 因此那个如新闻当中也是这么讲的话 就是如果有些人呢 就是你这个生了恶性了 然后生了恶性的话呢 那么佛陀就说那个他的这种性 这个恶性的这个素呢 就是在这个地域里面也是这样素 可是如同的新闻的第一种的最深 这个基礼节奏当中是有的 就是意思就是 也是就是佛陀呢 就是对这个菩萨呢 就是如果有恶性呢 这个对他所恶性的话呢 就是也有很大的过程 而且那个佛陀行人和什么这个如中能当中呢 都讲了那个对菩萨那个生气喘恶性 那个就是有这个迷惊这个前结和拜结的这个卧史吧 就是这个是你们如果引用的话 也是可以因为在这里何况去心 嗯性气喘吧 就这样的话 何况这个一朝那天当中 对菩萨这个生气喘恶性的过程 也是在按照佛陀行人和说中能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个无量的这个过程 因此说呢 哎就是我们也经常那个一般确实 就像那天抢那种 就是那个勒拉群伦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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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 其实言论当中也说的话 就是我们平常都根本不懂就是谁是菩萨 谁不是菩萨就是 所以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就是 因此呢在经常在我们这个健康道友之间呢 或者是其他人之间的话呢 最好的就是不要这个啊 就经常说这个活着别人 牵着别人 就这样可说的话 一朝人心呢 能把他人的话呢 也许是别人是真是这个大复杂 也不是吧 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公用公用公斤也说 但是也应该这个啊 就是不应该这个怎么说啊 就一朝人心呢 就是做别人的过失 那边呢就是有一个比例 就是他这个比例呢 好像有两个比例吧 就是一个比例 的比例 就是一个比例